我現在看到一個電腦的曲勢 這個電腦它的OS是很龐大的 手機的是比較輕小的 所以手機上的叫APP 這是小程式的意思 有沒有 電腦上的叫AP 就是這兩個字有沒有 那手機的叫APP有沒有 因為是小程式 所以手機上的小程式一弄就好了 很好用 可是它做不了大事 電腦上可以做大事 可是它變很慢 那如果我用Mac 它手機上的程式都可以在上面 就變得很好用 聽懂嗎 就是我現在看到一個電腦趨勢 就是它這個Mac 它往這邊去整合了 所以它瘦身了 那Windows受不了 它沒有東西可以整合 所以很難變好用 它有它的歷史包袱 那如果你習慣用Windows 就繼續去用 可是你又要把Google整合起來 又把Apple東西 其他東西整合起來 是有它困難 那像我現在換了Mac 跟iOS整合就很容易 你說我剛剛給各位看到我手機的畫面 電腦畫面 在一個電腦上 你想看這個東西在蘋果整合的 沒問題 可是如果我是用Windows 我的手機畫面 就進不了我的電腦畫面 你也看不到 聽懂嗎 那你不一定要花那麼多錢去買Mac 可是你盡量要用Windows 你就要心裡面有個預期 它必須要多麻煩一點 多麻煩一點沒有什麼關係 就習慣就好了 就不要complain 習慣就好了 這樣了解嗎 知道嗎 不一定是user friendly 因為每一個 Apple也有一些program 不friendly 只是環境上它整合得比較好 所以各有優缺點 我不是說Windows不好 不要誤會我意思 Windows有它的好處 可是Apple有Apple的好處 每一家都各取所需嘛 你要知道 如果在這個市場上能存活下來 就有它的價值 我剛剛不是說Windows form沒有存活下來 就像恐龍一樣嘛 它牆又怎麼樣 它沒有活下來啊 Windows沒有下來 所以你現在沒有看到有人拿一個Windows form 有沒有 就像我十幾年前去SpaceBuy 那個售貨員那個印象我很神 到抽屜裡面拿出兩個給我看 你要這個嗎 很懷疑的問我說我不要 有沒有 因為沒有人賣嘛 所以它叫它抽屜裡面 Apple是有它的好處 它那個security 很難緊的去 它有這個好處 對好我們今天還是要把重點回來講 不是講這個系統的比較 但是基本觀念各位要了解 每一家有每一家 好不好 我們回來看一下我們這個 手機上面的Google帳號是不是裝好了 還有誰沒有裝好 我們回來看一下講義 我們來看一下講義 在第一頁的中間 我是不是給各位四個圖 有沒有 新增備用電子郵件 如果這個圖啊各位看起來 有一點點不是很清楚 那怎麼辦 來 我問一下 新同學 黃醫師 如果這圖 老師給你這個印出來 不是很漂亮怎麼辦 那借我一下 那要不要像這位同學一樣印彩色 不要 因為我們有line嘛 對不對 我們現在沒有彩色印表金 我們沒有line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尤其是新同學喔 那老同學可能知道了 那新同學一定要知道喔 你回家以後要幹嘛 除了老師給的講義之外 你要看一下line裡面的講義 我把line打開 我前兩天 各位可以看一下 前兩天是不是給各位講義 那剛剛妹進來以後 我又發了一次 一不一樣 一樣嘛 打開 打開之後咧 就用我的 這時候我又講喔 MacBook就像我操作我的 那什麼 iPhone一樣 我用兩個手指頭 有沒有 說話 有沒有 Windows就不行了 來看一下 就這樣子 有沒有 這是不是跟我的 所以你講 就跟我用iPhone的習慣是一樣 如果我用Windows Phone 不是 Windows那個電腦 Windows 10就不一樣了 好 好 如果我能放大 而且清晰度沒有差 是不是比看最好 聽懂嗎 黃醫師 聽懂喔 因為我們眼睛有時候看這個黑白喔 不是很清楚 那看彩色咧 比較清楚嘛 尤其老師有畫紅色線條 有沒有 有沒有 那我就要問你啊 黃醫師 為什麼你穿黑色衣服上面有紅色線條 因為這樣很清楚嘛 有沒有 聽懂嗎 很清楚啊 來看一下 是不是有紅色線條 老師不對啊 我看到的是黑色啊 我不是叫你看這張紙 我看Line上面給你們講一隻紅色的 聽懂嗎 如果你真的不服氣要像Yoko一樣 很簡單 我教你一個PayPal要不要 好啊 好啊 我教你一個PayPal 不用買彩色印表機 你只要花一塊或兩塊買一次紅筆 看到沒 變紅色啊 小孩 所以的話它明顯比較明朗 但是你要跟我這個Mapbook一樣 畫不了 你放不了有沒有 我這個 你看到沒 我這個可以放很大很大嘛 有沒有 這就是Mapbook的好處啊 雖然 雖然我花有點貴 可是慢慢我發覺它真的值 如果你會用 你不會用真的浪費啊 我是不是把這個箭頭放很大 聽懂嗎 我告訴你買筆是跟你開玩笑 不要當真 買紅筆也沒用嘛 但是在手機 或是在你的電腦 就可以把它放大了嘛 你知道懂嗎 所以你放大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 老師這圖很清楚啊 只是這邊印出來有點不清楚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 是吧 這麼多東西都印在幾張紙上 所以會擠在一起 要環保 後來我要給你七八張 你回家會怕 給你七八張 你回家一定會丟到 怎麼那麼多 不想看有沒有 兩張紙 你還稍微 兩張嘛 看一看就算了 你聽懂嗎 這叫打心理戰 好不好 看一下 第一個禮物是什麼 當你打開機廟的時候 要點進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回到我的 什麼 手機上 我 我回到我的手機上 我剛剛下課就叫同學安裝這什麼 Google跟Gmail有沒有 Google跟Gmail 我們把Gmail打開 Google也可以啦 我們打開Google好了 打開Google 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我Google account 好我們再出來 出來之後 我們再回到Gmail Gmail有沒有 Gmail有三 三條槓 左三角是不是有三條槓 各位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我們打開這個 這個APP叫Gmail的 有沒有 打開之後 左三角是不是有三條槓 就是我講義上面給你的第一個圖 有沒有 我怕你不知道我還圈起來 紅色圓圈 一個紅色箭頭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好 點下去 然後我給你的圖同時配一下幾下說明 來看一下 這個圖下方第一步是什麼 誰幫我練一下 Joyce幫我練一下吧 第一步是什麼 練大聲一點 在手機或iPad上 開啟Gmail應用程式 然後依序清楚選單 左上角 譬如是三條槓 Settings設定 您的帳戶 Managing Google account 管理的Google帳戶 清楚頂端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個人資訊 好謝謝 我是不是把做法程序寫得很清楚 然後中英文對照 有沒有 然後我必須要誇獎 我們今天Joyce練得很清楚 連那個三條槓都練出來了 有沒有 是不是練得很清楚 那老師很peaky 他既然練了三條槓 為什麼大於符號不練 是不是有個大於符號 大於符號是怎麼意思 往下 對嘛 開玩笑的 練三條槓已經很錯 所以你就按照這個次序往下走 是不是很清楚 是不是很清楚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因為我們基礎班 尤其有一些新同學 看很不清楚 可能很不了解老師寫的講義 那老同學應該都知道了嘛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步驟 點進來按一下三條槓對不對 對不對 我怕你不曉得 我還刮我左上角 但是如果你是用Android 可能不一定是在左上角 你可能在旁邊 你只要找到那三條槓就好了 有沒有 點下去 然後找到什麼 找到什麼 setting setting 在我這邊對不對 好在我的這個menu的下面 有沒有 是不是有個settings 是不是各位可以按照我的 講義上面的操作 可以找到settings 找不到舉手一下 可以嗎 然後點下setting之後 叫做manage your google 看有沒有跟啊 因為我有兩個 看所以我要選擇一個 如果你只有一個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有兩個嘛 你就點你要管理的這樣 進來 是不是就進到這畫面 叫manage your 所以說我講義上寫的 然後叫清楚頂端的 personal information 點進去之後 然後 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很多 叫做home personal info data 有沒有 滑一下 滑一下 後面還有哦 很多 那我們講義上面叫做什麼 按這個嘛 contact information 而且要輕輕碰 不能用力 各位 是不是有跟上來 好 他有問題 嗯請說 是 是不是有問題 請說 我都要跟你連線 你不用跟我連線 你只要上台灣會館的router 只要上wifi就可以了 好這個是我講義的四個圖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最右邊那個圖叫content 有沒有看到 就是在我講義的第二步 在content這邊 在content這邊 是不是有個叫content info 有沒有 點一下content info 你會發現啊 你會發現啊 你這個這個Gmail裡面 它有什麼 address use 然後recover email 這個時候 你如果沒有做這個備員的 他就沒有了 所以你要加上一個救援的油箱 就是除了你本來這個之外去救援 這樣了解嗎 就是萬一你有一個死掉了 另外一個就可以救回來 你懂嗎 你懂嗎 那你沒有沒有關係 等一下回家以後再設第二個Gmail 我等一下教你怎麼樣去設第二個Gmail 再把那個第二個Gmail帳號綁進來 我這樣講好了 各位看一下我這邊好了 這個觀念可能有點複雜 比如說 我有一個Google帳號對不對 也就是有一個Gmail 一個Gmail就是有一個帳號嘛 對不對 那通常啊 你像我十幾年就在這邊教Gmail 那時候我就在教Gmail的時候啊 我們一個人啊 每一個Gmail有15個GIGA的那個空間 那當然十年前可能只有1GIGA 現在已經漲到15 它會繼續漲 那如果你要多一點的怎麼辦 這是免費的對不對 你可以花錢 再設一個 你可以再設一個 一個人可以設幾個 電腦跟手機跟那個iPad同樣的 你帳號如果一樣 在上面只是連到你的 我看這邊有沒有 Google 有沒有 這邊有寫啊 你是連到同樣的Google帳號都是一樣 就是同樣的Gmail 它不管在哪裡都一樣 在Server上是一樣的 只是你用什麼device去連 你也可以用你的什麼 手機 你可以用你的iPad 你可以用你的電腦 你可以用你的手錶 你可以用你的車子 你可以用你的冰箱 你可以用你的冰箱 就是設定了以後 它三個都可以用 對 不只三個嘛 我剛剛講就至少講五個啊 是每一個都是15個GIGA 一個帳號15個 一個帳號15個 所以如果你設兩個帳號 就加起來有30個嘛 三個咧 意思類類 15是不要錢啊 免費的 那如果你一個帳號15又不夠 你又想多一點 那你就付錢 付錢的話 它就變成100G 一個月兩塊錢 但是你沒有必要嘛 因為你15G你都用不完喔 聽懂嗎 那你 等一下我教你為什麼要設第二個 那個 台灣費管的網路要從哪裡設定下去 等一下我幫你開 等一下 這個 Gmail這個部分就是說 如果可以 你回家再設第二個 那我等一下來講 不是因為你的容量考慮 是因為有其他用途 好不好 先最近 怎麼樣 兩個 那個 那個 名字 一樣還是不一樣 名字要取不一樣 不一樣 那麼 那個 那個 Passport是不是可以一樣 啊 Passport可以一樣 可以一樣喔 那麼 它會有 Last Name啊 First Name啊 用同樣的名字可以 對 可以給假的 不用給真的 喔這樣 只有 我們每設一個Gmail帳號 通常都可以要綁電話 對 手機電話嘛 那電話是真的 其他都可以假的 每一個電話都同樣 對 都同樣 好我們來講一下 這個觀念有點複雜 就是說 我們一個人啊 通常都只有一個Gmail帳號 可是老師建議你再設第二個 甚至你想要設第三個 第四個 但是你最好先有兩個 為什麼要有兩個 因為這兩個在不同用途 比如說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可是我們 不希望常常收到垃圾郵件 對不對 那有時候你又要填一些 什麼東西 人家要通知你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你 搭乘 他希望你成為他的會員嘛 要累積禮神啊什麼 可是他會寄廣告單給你嘛 可是你又要登記 又不想收廣告 那你就設第二個 專門去收那些 有的沒的東西嘛 那你主要他就不會收嘛 你這個去登記 比如說你要抽獎 或什麼 你就用這種 第二個 比較不重要的 啊 就好像我 我跟我們那個 家裡面郵差講啊 我家裡面 全門有兩個桶子 一個桶子是放正常郵件 然後每個禮拜他不給我很多廣告單嗎 我就告訴那個送信的郵差說 拜託一下 我這個 正常的郵件筆下有個大桶子 你就把那個廣告直接丟下去就好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我觀察很久 他們郵局的郵差在送信的時候 它通常是有好幾個籃子啊 比如說你們家信一點對不對 比如說兩三封啦 他們拿出來要送之前再把 到另外一個那個籃子裡面 把廣告再塞進來 再丟進去 聽懂嗎 他不是在從郵局出來 就把廣告先附在你家 不是 他是每一家都丟一個廣告 每一個 丟很多廣告 所以郵差就是 對 那我就跟你講 我就好心 反正你也這樣分嘛 那你也非得要送不可 那你就不要病嘛 反正這邊丟那邊丟嘛 各位猜猜看 那郵差喔 就擺我一眼 他說不行 我們公司規定 公司規定 公司要進去 也就是我那個籃子 他沒有辦法幫我這樣分嘛 那我回來還是這樣自己丟嘛 可是Gmail可以這樣子啊 你可以把 不同的郵箱 收不同的東西 你廣告就丟這邊 甚至垃圾都一個地方 因為 你就可以讓他分開 那更重要一點 萬一這個死掉了以後 什麼叫死掉 萬一密碼忘啦 萬一被人家 就是我上面講的 你有個被緣的 去把 用這個來救他 聽懂嗎 這就是我這邊 上面 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個叫Recovery 我原來有一個主要的 那我有個救援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在身體第二個 你就可以用他來救 救他 那萬一你怕這兩個通常死 那你就用這第三個來救 但是通常不會兩個一起掛 那還要 這是以前 那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你把那個Phone number 我剛剛不是講嗎 Phone number 如果要綁定的話 要用真的 所以這兩個電話也可以來幫忙救援 這樣懂嗎 同樣一支電話 怎麼救援 等一下我講 我先講這觀念 怎麼救援 就是發生狀況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你的電話是什麼 他想辦法救回來 聽懂嗎 就像有人 比如說Apple ID 1 那他就問你的電話是什麼 他想辦法來把你Recovery回來 只要能證明的是你的帳號 這樣了解嗎 這樣能證明 所以我們先學Gmail這個部分 你先申請第二個 我們先學這個 這樣了解嗎 申請了第二個之後 回去以後 就可以把它綁在一起 就變成救援 救援聽懂嗎 懂 可是有個Compute 我還是搞不清楚 你說萬一如果G1 算是3號是Lock的 或是怎麼樣 然後你G2怎麼可以 把那個G1再Recovery回來 好 就是我們剛剛有同學電碼 錄到以下情況 就可以使用電話 有沒有看到我們講的第一段 在下方 你忘記密碼的時候 會不會有可能 當然有可能 你忘記密碼就開不了 第二個 被人家盜用了 對不對 第三個 或其他原因遭做鎖定 很有可能 可是這時候 如果你有第二個 而且指定 就像我這邊有指定 各位看一下 在你的帳號打開以後 根據我們剛剛講的一個步驟 做到這邊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我有一個帳號 對不對 然後我這邊有設定一個叫做Recovery 你可能沒有 所以你要去設定這個 可是 如果你沒有的話 那你就要去設定這個 那設定之前 你必須要申請第二個 聽懂嗎 所以這兩個是不同的 也就是說 好像你有一把鑰匙 你怕萬一這把鑰匙掉了 你是不是多可以 備用一把 可以去救它 可以救援用的 所以你要回去先升級第二個 這樣我們回來就可以綁定 如果你已經有就沒有問題 可是很多同學都沒有啊 所以要綁定這個救援的有效 這樣了解嗎 知道啊 那個救援的那個 我們用了以後 前面那個會恢復啊 還是不會 當然就是要恢復才叫救援嗎 會恢復喔 就是救援 他是看你 沒有東西救你怎麼恢復 聽懂嗎 就是萬一出問題 我剛剛不是列了三個情況 我列了嘛 萬一出問題 你是沒責啊 因為你沒有救援嘛 如果你有救援 他就可以救回來 那老師 如果我們要設立第二個 Gmail 那個Gmail是為了救援的目的 然後那個就是說 他會設立第二個 他會以那個profile 就是這樣 你個人的名字 還有生日 一定要一樣嗎 還是可以不用 我剛剛不是講嗎 所有東西都可以講的 只有電話 只有電話 一定要真的 因為電話也是一個救援的工具 所有其他都會講的 所以老師 我那個recovery email 是另外一個net的那個 對另外一個你也可以 比如說你用Yahoo啊 你也可以用MSN啊 Harmail啊 用什麼 可是我告訴你 往往是Gmail還沒有掛 這個牽掛了 其他家的都不好用 為什麼我只教Gmail 我十年前就開始啊 在這邊上課 每次十幾年前啊 那時候Gmail剛出來 我研究了一下 那時候大家都用Yahoo 我就告訴我的學生 不要用Yahoo了 果然沒錯 Yahoo就一路出了很多問題啊 那我這樣教下去對我很不利 為什麼啊 因為我今天沒有教完 比如說三節課五節課 教完 大家就沒有問題了嘛 那Yahoo我一教完 同學都要回來上課 所以我的課就可以開很多 為什麼 問題一堆嘛 聽懂嗎 反而我教好用的 一次學到位就沒有問題 結果就沒有課 學生都不用回來了 因為很容易然後又不會出問題嘛 所以老師就沒有學生了 聽懂嗎 如果我教Yahoo 學生就不斷嘛 為什麼 越用問題越多 越多 越回來上課 聽懂嗎 所以我那時候 基於道德良知 我還是選擇 寧可不要學生 還是要教好的 聽懂嗎 當時是這樣 那現在更證明 十多年證明下來 還是有些都覺得 明完不過 這十多年來常常找我 老師我的Yahoo又怎麼 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另外開課 聽懂嗎 聽懂嗎 這靈我 有些很stubborn 那我也沒辦法 聽懂嗎 如果你用基於沒有去來救援 就比較沒問題 However 你還是可以用別的 你還是可以用別的 但是你要take your own risk take your own risk 我不recommend 你到時候 你哈沒有啊 Yahoo啊 被害客啊 不要來complain 你要來解決問題 我可以 聽懂嗎 你要來解決問題 另外charge 聽懂啦 另外charge 好 那你Gmail我就 有收合服務有沒有 上完就沒有問題 因為他不會有那麼多 其他問題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Gmail不太容易被hide 對 對 對 不是說完全不可能 但是他機率比較小 機率比較小 好 好 就好像我們講了嗎 你手上有 那個 Microsoft Windows 4 又有iPhone 又有Google phone 我當然不要把這個不好用 帶在手上啊 聽懂嗎 我當然要用好用 你有選擇的情況之下 你有選擇喔 你現在下來上課 你就有選擇 主動權在誰 在你自己 這樣好不好 好 那回去以後 如果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把獎益 後面看一下 我每次給的獎益 都很多 所以 各位回去可以看一下 去新增一個帳戶 去新增一個帳戶 這樣好 我先操作一下好了 操作完 我們就 可以回去練習一下 各位看一下我這邊 你可以進來之後對不對 今天我們剛剛是按這個三條槓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按一下我們自己的帳號 在右上角 按下去之後 如果你有第二個 他會列在這邊 如果你沒有也沒有關係 你就去按這個 叫做 Add another account 就是新增帳號 中文叫新增帳號 點下去新增帳號之後 你就可以設定 你要新增什麼帳號 我們新增的叫做Google帳號 你也可以新增雅貨 我剛剛講啊 你也可以新增這些 但是我只教這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比較好用 比較不會有後遺症 你就按照他的步數 他叫你填什麼 你就填 其中什麼一定要增的 你的手機一定要增的 其他假的怎麼樣 無所謂 然後新增完以後 你就有第二個 第二個就把它放到你的recovery裡面 這樣了解嗎 了解了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邊 有問題留下來 等一下 好 好